大家好,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操作讲解视频 魔机AI智能图像仪共有两个颜色,一个白色,一个黑色,它有三款配置 第一个配置是单机板 单机板的配置为一个U盘,一个USB数据线 将电源线连接电源后,在机身的后下方往上按,开机即可 第二款平板配置,它是配有11.6英寸的大屏 平板可以自由移动 平板配置的出厂标配为一个平板,一个平板充电器,一个USB数据线 平板配置的操作前,先将我们USB线插入我们平板的左方 然后对应我们相应的卡槽 切记只能插入靠近电源线这边的卡槽 这个USB卡槽是无效的 将电源线连接电源后,在机身的后下方往上按 开机即可 第三款一体机配置,它是配有23.8寸的显示屏 一体机配置为一个显示屏 一个键盘 一个鼠标线 还有一个显示屏的开关电源线 以及我们的USB数据线 一体机的安装第一步 先将我们键盘的USB插入我们显示屏的底座 第二步,将我们的鼠标USB线插入显示屏的底座 第三步,将我们的开关电源插入显示屏底座相对应的卡槽 它的作用是如果没有插好,它就启动不了 第四步,在我们显示屏的后侧下方 有一个开关电源 长按开机即可 然后往上按开机即可 然后将USB线插入显示屏左边 我们有效的USB端口 这个是无效USB端口 切记,只能插挨着电源线这一块的端口 以上就是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操作讲解视频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讲解视频 操作魔机AI智能图像仪前 一定要确定以下几点 第一点,我们的仪器是属于开机状态 开机之后我们的呼吸灯会亮 第二点,确定我们USB线是连接我们的正确的一个USB端口 第三点,确定我们的一个显示屏的右下方 它的一个WiFi是连接成功的 确定以上三点我们才可启动软件 打开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软件 一定要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电脑的话我们点击右键 平板我们长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切记,必须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点击试,进入软件 然后进入到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登录界面 新账户的话,先点击快速注册 依次填写姓名,手机号,验证码,密码 然后确认密码 注册成功后,我们直接返回登录 点击登录即可 登录成功后,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导航主界面 它有两个板块,一个是智能测幅板块 一个是后台设置板块 点击不同的光,可以切换光源 展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首先,我们先讲解的是智能测幅板块 点击进入 进入紫界面后,第一步 首先点击新建档案 依次填写姓名,性别,年龄,手机号,推荐人 带新号的是必填项目 年龄,一定要填写真实年龄 点击保存,即可 保存成功后,会直接进入这个界面 第一步,我们先点击智能测幅 第二步,我们点击连接相机 一定要确保USB线插好 检测仪是开机状态 第三步,确认下巴放在下巴软头上 以及偶头放在偶头的软头上 点击拍照 现在依次拍摄的是我们的白光 正片正,副片正 幽微光 五视光 南光 宗光 红光 现在正在生成影像 八光谱 影像生成后,我们点击上传分析 这个时候,云计算正在进行一个计算 大概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 上传成功后,直接会到达我们的表层这个界面 在我们的数据检测中,一共有表层,深层,问题肌肤,肌肤预测,以及综合报告 现在讲解的是我们表层的一个皮质 每一项指标,我们都是以图片为主 指标为复 我们现在先来双击看看我们的一个图片 黄色区域呢,代表是我们的皮质分泌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额头,脸颊和下巴都有黄色区域 这个是代表它的一个皮质分泌 我们来看看它的指标 它有分T区跟U区 像它T区的话,明显就比U区的一个皮质分泌要多 像U区的话是较小的 这个圆圈呢,是它的一个参考值 超过它的参考值呢,代表它的皮质分泌过多 低于它的一个参考值,代表它的一个皮质分泌过少 像它的这个值来看,它应该是属于混合性肌肤 T区适中,U区呢,比较少,比较干燥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扫描二维码 你扫描二维码几口后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报告 我们每一项都可扫描二维码 底下的是一个它的打印报告 打印的我们采用是医院的一个模板进行的一个打印 它直接可以连接我们的一个打印机即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测误结果 根据它的一个皮质的一个测误指标 要呈现的一个对应的结果 这个结果我们在后台也可以修改的 你可以按照你公司的一个情况而定 来修改它的一个结果 然后底下的是我们的推荐方案 你可以在后台的一个产品推送里面设置你对应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我们皮质是可以做清洁可以补水的 你可以设置一个清洁或者一个补水的产品 它一个有三个狐狸一个是初级狐狸中级狐狸以及高级狐狸 都可以在我们后台设置 除了皮质我们有分T区跟U区 我们的毛孔 搓窗皱纹色斑它都是全领的 比如我们的一个毛孔 我们可以双击图片来看一下 呈绿色点状的代表毛孔是有堵塞 有扩大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个测幅指标的话 像它的一个全领毒色的一个毛孔 一个指标还没有超过参考 是代表它的一个指标 相对于这个同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一样的是它的一个扫描二维码 底下是刚刚说过的一个测幅结果 以及推荐方案 其他几项以此类推 你看搓窗代表它绿色的地方 就代表它有搓窗的 然后皱纹的话代表它有这些横杠的 小杠杠的是有皱纹的 色斑的话代表它框出来的这一块地方 是有色斑的 然后到我们的肤色 肤色的话它有分白皙 暗沉 幽黑 像低于这个圆圈的一个指标 它叫做白皙 就偏白一点点 那么在中等的这个指标 它就是暗沉 然后超过这个指标的话 它就是属于幽黑 像它的这个皮肤的话 是属于暗沉过来一点点 就是偏暗沉幽黑了 像它皮肤明显有点暗沉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表层的一个讲解 现在我们讲解的是深层的八项 深层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 是在我们皮肤深层的一些问题 用我们的光谱去发现问题 以及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现在呢先来讲解一下我们的UV水分 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先看图说话 每张图片都可以放大 你可以看一下它一个白色的 颜色偏浅的这一块 代表是缺水比较严重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测幅指标 像测幅指标的话 这边呢是深度缺水 到了我们这个参考值这里是中度缺水 超过参考值是严重缺水 所以说像它的一个肌肤的话 已经超过了参考值 代表它是属于严重缺水的 偏严重缺水的 然后每一项也是一样 可以扫描二维码打印 跟表层的一个排版是一样的 现在看到的是紫外斑 同样的方法 我们先双击把图片放大 呈白色点状的 都是我们紫外斑的一个分布 在深层的一个分布 这些白色点状的 像它的紫外斑 还是照为严重的 你看它这个一个全年的值 已经超过了一个参考值 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晒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色素 色素是在我们皮肤深层 沉淀的一个色素 它还没有形成斑点 像它的一个色素 我们明显都可以看到 它皮肤深层 色素沉着的很明显 偏黑色块状的 以及点状的 都是它一个色素沉着的一个部位 你看 特别明显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测度指标 你看它的一个测度指标 也是超过了一个参考值 代表它的一个色素 已经比较严重了 敏感度 敏感度的话 我们是看偏红的一个区域 橙红色的一个区域 是较为敏感的 它皮肤敏感度 你看是有说过一些损伤的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一个粉刺 粉刺的话 是看到我们一个橙红色点状的小点点 这一块代表都是它的一些粉刺 以及一些细菌的一些分布 所以一定要清洁了 像它毛脸的粉刺 一看就是经常化妆 卸妆没卸干净 代表毛孔的一个堵塞度 以及皮脂线的一个堵塞度 非常严重 包括我们的重金属 重金属的话 像它这边脸上没有什么重金属 重金属的话代表是 橙红色块状的是重金属 像它的面部的话是没有重金属 所以我们看不到 然后紫质的话 紫质包含了我们的一个 普宁跟荧光剂 橙白色点状的这些都是它的一个普宁 代表它的那个皮脂线里面 有细菌的一些滋生 然后这个普宁过多的话 会隐患我们的一个挫疮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胶原纤维 这边签线上它皮肤胶原这一块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里的话就代表是它的一个胶原 纤维断裂 然后这些小红点 小黄点 红条代表它都是一个纤维断裂 那以上就是深层的一个讲解 现在看到的板块是问题肌肤板块 它有四种问题性肌肤 一个是衰老性肌肤 色扮性肌肤 潮壮性肌肤 敏感性肌肤 它会根据表层跟深层的十四项 综合指标来定义 它是什么样子的肌肤 像它的是量化出来是衰老性肌肤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看它表层跟深层的一个对比 你看它表层皮肤其实还比较白皙的 但它深层 色扮非常严重 包括它黑眼圈 那一块的四层很严重 你看就是经常熬夜的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专业的测幅结果 这个测幅结果 同样的你是可以在后台修改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然后右边是我们的一个扫码报告 以及打印报告 底下是我们的日常的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你是也可以在后台修改 你更专业的一个事项 现在讲解的是肌肤预测 它分为三个板块 一个是现状 老化预测 美肤预测板块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现状的一个图片 就是目前的一个肌肤状态 看它的肌肤 皮肤还是比较细腻 但是有一些黑眼圈 毛孔稍微有点粗大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未来老化的一个预测 老化预测是未来的五到十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它一直 还是像现在这样 不护理不抱养的话 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皱纹 黑眼圈会更深 以及毛孔会更粗 法力纹也会出来 所以说这个是它五到十年的一个老化预测 再往后是一个美肤预测 美肤预测就是基于现状 你可以去做一些日常护理 比如做一些清洁 保湿 抗衰老的一些项目 然后做出来的一个模拟预测的一个图片 那是比现状的一个状态会更加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分为三段 一个是现状 一个是老化 一个是美肤 如果你要看旁边的话 这边是一个全链T区 O区U区 你点击T区的话 它只会显示T区老化 那么你点击U区的话 只会显示U区老化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对比区域 底下呢是我们的一个推荐产品 它跟表层跟生存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后台的产品输入设置 然后它就会推送相应的一个产品 这是综合报告板块 这边是客户的一个基本信息 这个是扫码获取报告 以及打印获取报告 这个是表层的一个综合指标 表层除了皮脂 分T区跟U区 其他的都是全年的一个指标 皮脂U区跟T区 低于一个参考值 代表它的皮脂分泌较少 高于参考值 代表它的皮脂分泌较多 毛孔搓疮皱纹色斑 低于参考值 代表它属于轻度 高于参考值它属于重度 在参考值中间它属于中度 肤色的话 高于参考值它属于 幽黑偏暗沉 在它的一个参考值值的范围内 是属于一个暗沉 那么低于参考值它属于一个白皙 偏白的一个状态 深层的一个综合指标 优微水分以及紫外斑等 所有的都是高于参考值 代表是属于重度 低于参考值代表是属于轻度 在参考值中间是属于重度 看它的一个蓝色蓝色调杠 是到参考值的哪一个 如果说像粉刺 刚刚超过参考值一点点 那它是属于偏重度 一算就是它的一个表层跟深层的一个综合指标的一个话说 但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检测 都是看图说话 以图片为主 指标为辅 这个是综合的一个结果 测试结果 这边是问题属性 它属于摄导性肌肤 以及一个综合概述 一个基尼预测 像它的基尼是45岁 它实际年龄 其实才38岁 然后底下是一个方案推荐 初级护理 中级护理 高级护理 跟表层生存一样 在后台的一个产品录入 输进去 它会对应到相对应的一个方案推荐 档案管理模块 它主要是存储客户的一个档案的 它是存储在云端 你不用担心你的内存会码 它是无上限的一个存储 这边呢 是新客户的一个新建档案 这边是可以输入老客户的一个查询资料 在这边输入老客户的一个电话或者姓名即可查的它的一个资料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到它的一个测误列表 测误列表每一次的一个日期时间都很清楚 然后也可以对比分析 比如说我做聊生前跟做聊生后的一个对比 在这一边直接可以点击智能测误 无需再次建立档案 现在给大家讲解的是 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操作小技巧 在我们图像仪软件的右上方 有一个使用帮助 魔机主页 关于魔机 使用帮助里面会有我们一份 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一个PPT说明 魔机主页 我们安装的话 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操作系统 以及是否自己是温室系统 温室系统的一个安装说明和温期系统的一个安装框架 还有一个安装包 你可以根据以上面的文字来进行安装 然后这底下是我们的一个关于魔机 它是会更新最新版本的一个 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一些 比如修复了什么 升级了什么 都会在这里更新 然后退出账号 或者是想更改账号登录 直接点击这里即可 现在我们讲解的是后台设置的板块 点击进入 这个界面是我们一个产品输入界面 它就是在我们表层深层的右下方的一个 初级护底 中级护底 高级护底 我们在后台设置 需要在这里设置 然后有两个设置板块 第一个是新增 第二个是导入模板 新增的话 点击 然后按照名称 类型 级别 然后带有新号键的 依次填写进去 像我们的功效类型 我们可以选择三种 最多只能三种 比如你的产品是清洁 布水淡斑的 那么你的功效 也是写清洁 布水淡斑的即可 然后点击 选择好 它会自动上传上去 以及你的图片 功效 以及使用方法 全部写好之后 我们点击 保存 第二个上传模板 就是导入模板 这个是比较快速的 我们点击导入模板 在我们以保存好的一个sell的一个上传模板上面点击 上传就好 常规设计 我直接在这里新增 依次填写 登录账号 登录密码 我只需要把这个账号和密码给到子账户就可以管理它 它是没有任何权限改动后台设置的 但是我主账号改动了后台设置 直接会同步在它的一个子账户里面 点击保存即可 常规设置的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知识库维护 它的作用是 比如我们现在选择一下 它这个是测幅类型 是中度 因为我们刚刚选择的是挫窗 它的一个中度的测幅类型 你可以修改它的一个中度的测幅结果 以及它的一个注意事项 好 这个产品功效 它是对应我们产品输入的 比如这一个是清洁补水排涂 那么我们产品如果输入清洁补水排涂 它会自动对应到我们挫窗的右下方的一个产品推荐 点击保存即可 无论是表层检测 深层检测 还是问题肌肤 它的一个测幅结果 以及注意事项 以及产品的一个功效 都是在这里修改 按照刚刚的一个方法去修改 即可 常规设置的第三项 隐藏设置 它有一个表层设置 还有一个深层设置 它的作用就是 比如我不想要皮纸呈现 在我们的一个表层指标里 那我就点击不显示 点击保存 它就不会出现在我们表层的测幅指标里面 每一项都是如此 常规设置的第四项 单向数值参考 它的作用就是 点击我们的一个郭先生 然后我想让他把皮纸优区变高一些 他就会数值变高一些 点击低级保存即可 它是调节我们的一个客户数据的一个指标 包括深层也是一样 我们比如想把它的色素变高 或者变低一些 我们直接往上滑动 或者往下拖动 点击立即保存即可 常规设置的第五项 是整项数值参考 它的作用就是 一键调整所有的一个检测值 比如我想把表层的综合检测值 调高一些往上调动 然后点击立即保存 但是这一个数据最好不要随意调动 因为调动的话 所有的一个检测值都会变高 如果你想恢复末日 恢复到最原始的一个值 我们点击恢复末日数据即可 深层的检测值 跟表层的检测值调整是一样的方法 常规设置的第五项 是用户反馈 你可以把你碰到的问题 反馈在上面 比如是系统管理报错 拍照分析失败 我们直接可以反馈到我们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